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先解决 举例来说 这张资料表 这个登革热资料表 它里面的县市名称 好 我们来看 居住县市 它的台是用小写 可是我们另外一张资料表 另外一张资料表的居住 这个县市 我们来看台 台它是用大写 所以这样会不会变成 无法对在一起 因为小写的台跟大写 台是绝对对不在一起 而且它的这个名称是区域别 区域别是什么 是那个县市加行政区 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 它是把居住县市跟居住乡镇 是分开的 比如说居住县市归居住县市 居住乡镇归居住乡镇 可以吗 要把这两个是不是合并在一起 好 所以首先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要把小写的台改成大写台 这次一定要先改 改完之后我们再改合并 合并 好 那请问一下 在这个地方 在这张资料表 我是不是要先把小写的台改成大写台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我我习惯是这样子了 我打开一个记事本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策略 就是我觉得当你今天要去写一个函字 写一个城市 你应该要先有一个好一点的逻辑 那逻辑是机器看得懂的 是用从机器的角度来去看这件事情 好 记事本算了 好 那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首先呢 我现在是不是要做 我现在要做什么事情 我现在要把台北市改成 改成什么 台北市 台中市改成 台中市 台南市改成 台南市 还有呢 台东 是县哦 改成 台东县 为什么是这样改 为什么不是颠倒过来 请问你到底要听内政部 到底是要依内政部的大写的台 还是要依那个这个 呃 卫福部 机关署 小写的台 你到底要以谁为单位 谁为基准 谁为标准 还是随便 真的没有随便哦 光这件事情就请你一定要好好的写这个问题了 对不对 我是台北市政府完全不用管他们两个部门 对不对 那我到底是要用小写台还是大写台 小写台还是大写台 大写的台 为什么 为什么 当我们今天 当我们今天哦 来去看资料 我们的关联 是不是只有一对多 多对一 或一对一 这三种 那个一的 就是只会出现一次的 那边是标准 绝对不要随便改 可以吗 什么叫一 请问一下哦 这里 这里的 那个台中市会出现一次 还是很多次 很多很多次 对不对 可是另外一张资料表 就是 这个是 登革热的资料 居住县市的台中市会出现很多很多次 可是另外一个地方 台湾各区人口统计里面的 台中市北区 是不是只会出现一次 这样了解吗 所以 只会出现一次的 那地方就是我们的标准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从 小写的台 改成大写的台 可以吗 这边请你好好的写哦 听不懂 你一定要写信再来询问 知道吗 这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不是要依内政部为标准 而是我们在资料清理 在资料关联的时候呢 你要以 一为标准 好 就是哪边只会出现一次 那如果两边都只会出现一次 那就随便 好 那我要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这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 这些东西改成 就是 这四个 县市的名称 换成这样子的一个表现方式 其实主要的差异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简单的说是不是应该是说 我想将县市 我想将居住县市 居住县市 的名称 改成 改成什么 我想将居住县市 这个名称改成什么 我想将居住名称 的 的 的 第一个字 做修改 对不对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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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台 我就要 变成什么 我就要变成 就是 改为 台 可以吗 可是 这样子 你这样子写法 这是我们口语 口语上面的一个表达 好 电脑看不懂 因为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看到 这里面最重要的字 使用函数就是用 假如 就是如果 就是如果 对不对 好 所以 其实应该这样写 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要用 如果 如果 居住县市 的 第一个字 对不对 是不是 是不是 台 这样了解吗 判断第一个字 是不是台 是不是 台 这个字 对不对 这就是衣服的条件 是吗 然后接下来 如果 是的话 如果 是的话 我们就用什么 我们就用 那个 改成 台 开头 加 后面两个字 对不对 加 居住县市的 后面两个字 那 如果 如果 这边是成立的时候 那不成立呢 不成立就是什么 不成立 就放 放什么 居住县市 它原本是什么 就是什么 请问这样子的修改 你们看得懂了吗 例如说 这边写法就要变成 假如 if 如果 如果就 if if 什么 居住县市的第一个字 那就是 是不是用 left left 居住县市 然后取 第一个字 第一个字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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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县市的 第一个字 可以吗 就是这一段 是不是 台 怎么写 怎么写 是不是 台 怎么写 等于 台 可以吗 我已经写到这边了 如果是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放什么 我们就放 台 加什么 加这边应该是用end 加什么东西 居住县市的后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 right 用right来去取 好 right 然后居住县市 两个字 那不成立的时候 是不是就放居住县市 那就是居住县市 请问 请问我这样子的一个 以色谈的韩式 写完了 看得懂吗 我能不能做一下小小调查 讲到这边 听不懂的 能不能解决一下 因为我们是基础办法 因为真的有人 他说 老师 我是念 那个 中文的 就是他不用去会 以色谈 但正常讲知道 那个大数字 有听懂 那我就跟他讲说 那我们中午的时候 我们再继续来讨论 因为他对于韩式是不了解 因为他的工作只会用到word 还有powerpoint 他用不到简报 他用不到以色谈 你们看得懂吗 都看得懂 好了 可是我们现在 我们不是在教以色谈 对不对 我们要教你在power bi里面 怎样实现 可以哦 现在你这边应该都听得懂哦 听得懂 等一下到power bi那边 其实也不是很困难 好 我就直接打在我的power bi这边 怎么做呢 首先我要把这些居住县市 全部的小写的台都变成大写 所以在这个地方 是在这张资料表 这张资料表 不是下面这张资料表 是上面这张登革热的病例统计 滑鼠右键点 好 新增 好 这边是不是有新增量值跟新增资料行 请问量值 新增加一个值 量值之后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新增加一个数值 数值 好 新增资料行是什么意思 新增加一整行值量 有听懂吗 一个是只有一个值 一个是一整行值 好 那你会说 什么时候新增加一个值 什么时候新增加一整行值 对不对 你要能够区分 我跟你讲 真的有同学到整个课程结束 他还是搞不懂 为什么要新增量值 为什么要使用新增量值 为什么这边要使用新增资料行 好 我举例 我举例哦 让我们懂哦 请问 总计 总计 他是用新增量值 还是新增资料行 总计会产生几个值 一个 所以用什么 新增量值 有听懂吗 最大值 请问用新增量值 还是新增资料行 新增量值 名次 小明帝几名 小王帝几名 台北市帝几名 请问是用新增资料行 还是新增量值 新增量值 有听懂吗 年收入 什么年 GPP 什么国 什么平均收入 什么 平均值 请问是 新增量值 还是新增资料行 新增量值 因为只有增加一个值 因为只有增加一个值 请问有听懂了吗 那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是要用新增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把小写台 改成大写的台 对不对 请问是用新增量值 还是新增资料行 用什么 资料行 能不能讲新增资料行 有听懂吗 你只要用错了 你只要用错了 等一下就会做不出来 可以吗 所以我们要用新增资料行 为什么呢 这里面每一格是不是都要判断 对 老师说怎么会错 昨天我才跟我讲说 你说的什么 跟我指导教授说的是一样的 我说我们都在讲统计 听得懂吗 等到说他的统计 跟我的统计是不一样的吗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好 新增资料行 没问题哦 这真的很重要 因为你只要用错 你后面就算打对了 也是错 所以在这边我们点选 新增资料行 可以哦 第一件事情滑鼠右键点 点这里面随便一个 然后新增资料行 在登革日并立统计 随便一个栏 用右键点它 然后点新增资料行 我都很不喜欢教你 用上面的功能 可是其实 这就在常用底下 重不重要 真的太重要了 好 新增资料行 那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就是以色谣的资料编辑列 一模一样 好 有没有摆到这个地方 我们要先把那个栏名换掉 这叫什么 居住县市2 为什么我喜欢用原本它叫居住县市 我还是保留居住县市 但是我后面会加一个编号 代表说什么 我不改变它原本的资料 但是 我是要告诉别人说 我的 我的资料是来自于什么地方 好 还有 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假设你现在写好的这些 新增量值 新增资料行 到时候 当你新资料一进来 这些全部都帮你写好了 有听懂吗 这些东西等于是说像建模一样 会全部都建立进去 新资料一进来 这些内容全部都帮你算完 都帮你处理完 好 后面要写什么 if 这边有没有看到if 然后这边它会自动跳 跳出来韩式 建议各位用tap键 为什么用tap键 以免你打字错误 好 接下来 是不是要写判断式 判断式 你看下面是不是说 他这边就有一个提示 中文提示 所以现在是不是落在这个 逻辑 test 就是解定 逻辑的一个判断 好 所以 我们是不是要写 居住线是左边取出第一个字吗 那就是left 打了l1 有看到吗 你不要打太多的字 现在我是不是就可以用tap键 直接把它叫出来 这件事一定要学会 我不会请你打很多字 都是用选择的方式 tap键 接下来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去选 选什么 居住县市 对吧 居住县市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要去呼叫这张资料表 怎么呼叫 打一个一撇就可以 一撇 你只要知道两件事 一个是一撇 一撇 就是在enter的左边 就有一个一撇 还有什么 这个中集合符号 这个是栏位名称 一撇是呼叫资料表 这个中集合符号 是呼叫蓝名 蓝位名称 是用中集合符号 可是我可以告诉你 在初见里面 根本就用不到这个中集合符号 我们只会用到一撇去呼叫 我现在是不是要用哪一个居住县市 在这里 用方向键去选 千万不要打字 打字法绝对不是在我们这个课程 因为很多人都会忘记 忘记打这个G的旁边有那一撇 何必这样子浪费自己的时间 方向键往下 然后选到这个登格热病立统计的 居住县市 然后TAP键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地方 还是停留在文字 Left的第一个是文字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加一个逗号 接下来这边是不是变粗粗的 代表你要去输入什么 你要从什么 第几个字开始算 对不对 我是不是左边要取一个字 所以就一 然后不要忘记了这个最 最右边最右边有一个右刮弧 代表Left结束 因为你现在是不是在打Left 不是在打If 知道吗 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判断 因为很多人会忘了这个右刮弧 这样子是不是就不会忘记 因为这代表意思 现在要输入的是一个右刮弧 不过你放下 等一下就是会有同学忘记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不是回到了Left 我们的判断式 请问这样完成了判断式吗 还没 为什么 既然叫判断 你是不是要给他 就那个六个符号 其中一个 大于 小于 等于 大于等于 小于等于 还有什么 不等于 就是大于小于 就是不等于 可以吗 你至少要给这六个 才叫判断式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输入 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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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的台 小写的台 因为它是文字 所以我们前面后面 要加两帖 好了 这样子还算完成了EVE的判断式 可以吗 然后 逗号 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不是true的状态 EVE里面成立的状态 成立是什么 成立就是大写的台 大写的台 end 什么 end 知道吗 其实 其实它这边也改善了 你用加 也是可以的 因为文字加文字 例如说台 加 北 加 4 就是台 北 4 可以吗 1加2加3 是什么 怎么会是123呢 数学都忘记了 请你重新去学国小的数学 不对 幼稚园 1加2加3 你不是去问中班吧 中班小朋友 他应该都知道了 知道吗 1加2加3是6 台加北加4 是台北市 听得懂 听得懂啊 好 跟你开一个小小的玩笑 要记住哦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正规的写法就是end end end是什么 右边 居住线是右边取两个字 所以就是right RI 有看到啊 right 台北界 现在在写right咯 文字是什么 居住线是 对不对 是不是要用一撇来呼叫资料表 你一定要完整 你最好不要只打那个居住线是 你最好是一撇来呼叫资料表 然后方向键 方向键 因为我现在一直在打字嘛 所以一直都在键盘上的操作 然后tap键 移到登格热并密统计的居住线是 然后接下来点tap键 逗号 逗号这边有看到吗 逗号 你就照着他打逗号 然后两个字 右边取出两个字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做完了这个字数和统计 记得右刮呼真的很容易被同学忘记 等一下我都在帮你看 补那个右刮呼 真的 好 再接下来呢 再接下来做什么 这边 这边我们是不是做完了 对不对 是不是回到了if 这边 这边我已经射完了 是不是就点选一撇 对不对 好 一撇 逗号 接下来要放什么 居住限制 居住限制 怎么叫出来 用一撇 用一撇来呼叫 一撇 然后方向键往下移动 移动到这个登革热病例统计的居住限制 tap键 这个地方是不是做完了 所以是不是要打一个右刮呼 好 右刮呼 你这边会看到这个右刮呼是对应到最左边这个右刮呼 你有没有感觉到 他刻意的把它框起来哦 他不是对应到这一个 因为这个没有刻意的把它框起来 好做完这件事记得按一下enter键 我做完了 可是这件事情 这个使用的韩式还不是很困难 你看哦 刚刚那个小写的台 台中市是不是改成大写的台了 台北市的台 小写的台 是不是也改成大写的台 可以吗 对 只有看到一个同学拍 可是真的请你们等一下 不是要请你打很多字 请你要会善用键盘 例如说什么时候用cap 什么时候用方向键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我会把很相似的内容写在白板上 但不会整个直接写 好 那我们现在要写居住县市2 居住乡镇 因为刚刚在这个地方呢 不管怎么样我们创造出来的居住县市2 只改了变成大写的台 但是我们再看另外一张资料表 它这边的一个县市区域别 它叫做什么 它是居住县市 居住县市2 居住县市2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在 对不起 在这个地方 这个 这个居住县市2 我们要继续再写 居住县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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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滑鼠右界 滑鼠右界 在这个登革日 统计 病例 病例统计里面 滑鼠右界 我们用新增量子 还是新增资料行 新增资料行 大概就可以比较懂了这件事情 然后请把这个叫做居住县市2 居住县市2 居住县市2 我喜欢这样子的方式是因为未来三天后 你再去查询你是有机可循 我喜欢是这样的去告诉 告诉未来的我 我的方程式是怎么写的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边是不是 是居住县市2 对不对 怎么样去呼叫居住县市2 一撇 对吧 因为你要先呼叫资料表 好 然后去找居住县市2 在这里 就在居住县市的下一个 然后点选 tap 键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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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是不是居住厢镇 居住厢镇 怎么叫出来 用一撇来呼叫 很简单吧 应该不会打错 然后接下来去找居住厢镇 找到居住厢镇 找到居住厢镇 上下方向键 找到居住厢镇 tap 键 enter 做完了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居住厢镇 居住厢镇 这就是等一下我要跟另外一张资料表来结合的 跟另外台湾各区人口数的区别结合的很重要的一个 那个 蓝位 来请各位现在动手来去做居住厢镇 也就是创造出那个 关联资料表里面的 蓝位 那我们接下来终于可以把这两张资料表关联在一起了 好所以点选关联 点选关联 点选这个模型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把这边的居住厢镇 居住厢镇拖曳到区域别 放开 这边区域别一定是1 然后这个地方的居住厢镇 居住厢镇绝对是多 好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张资料表里面 不能限制这个行政区只能出现一次 因为说不定它会出现好多好多次 比如说高雄市三明区 是不是出现非常非常多次 可是这里是用人口数 它只要出现一次 它只要记录高雄市三明区的人口数 年底人口数就好了 只要一比 所以这就是一对多 记住当我们今天到底要以谁为标准 一定是以一这边的标准来去写 记住哦 记住我现在所讲的这件事哦 假设我今天 假设我今天哦 我想要去计算那个就是降雨量 降雨量就是说 例如说选举跟那个天气的关系 你可能会拿到两个都是多的 你就可能会产生就是说 假设这个对一 然后这个资料表一在对天气 知道我在讲什么事情吗 所以这是化解化解那个 如果多对多的时候该怎么做 好那就提供给你们参考 请你一定要建立好这张资料表的关联 那我们接下来哦 我想把这张县市统计重做 县市统计重做 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用的是什么 在这个地方我们用的是那个居住县市 那我们现在这边应该用居住县市二 来去画这张图 所以直接把这张图复制 复制 然后贴上 拉到右边去 请把这张图的居住县市 改成居住县市二 所以我的做法我比较喜欢是居住县市二 搬过来 好把居住县市 关掉 你在这个地方哦 一样第一名是高雄市 第二名是台南市有看到 可是它就不是小写 它是大写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 假设我今天我想要去做 这种资料 下探这个资料 等一下再交好了 好 行李马上现在动手来去做 就是再产生出一张一模一样 但是是用居住县市二 的这个视觉化报告 你有没有发现到这张图哦 这张图其实呈现的不是那么好 这张图 因为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第一 跟第二 对吧 其他都应该归类到其他 这两个就已经超过九成以上了 这个 资讯量其实是不太好的 所以很少人会画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拖曳很长尾巴 我们应该都是用什么 用一个叫做其他把这些数值 全部加总在一起 就是其他县市的一个登革热情形 那我现在要告诉你说 像这个长条图 它没办法做探索 没办法做探索 那我们通常会怎么样呢 会把这个居住县市 居住乡镇 居住乡镇 搬到 搬到这个轴 居住县市2的下面 你就可以向下探索了 那比如说 我现在我想探索是高雄市 高雄市 好 所以我就点它 有听懂吗 为什么点高雄市 知道哦 我不应该是直接点这个 点这个其实意义不大 好 直接探索高雄市 然后它就出现 所有这些都是高雄市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这张图比刚刚那张图更有意义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三明区第一 然后第二是凤山区 第三是前镇区 可以吗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应该做什么分析 地理分析 对吧 因为我们有时候是会去看那个 扩散 扩散 蔓延 这件事 可以了解 好 只是我现在我不做 因为我要告诉你 这样呈现都不好 可是至少现在你会做探索了 对不对 因为这个是本来你就应该要知道 我们现在我要介绍的 我先把这个关掉了 首先第一件事情 就请你先把居住乡镇搬到居住县市下方 然后我们要改成这种 但是 但是请记住 我要先回到第一阶 第一阶 听得懂吗 我要回到第一阶 我要呈现那个百分之九十这件事 这张图会比刚刚直条度呈现的更好 对吧 就是 就是告诉别人说 根格热主要发生的县市 前三名 或者是这样一目了然 比刚刚直条度是不是会更好一点 用面积来去呈现 这个叫田野调查 这样了解吗 他只是他只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然后接下来 你就可以 因为刚刚这边我们已经做了这个 就是上下阶层关系 所以你就可以透过刚刚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 所以叫直接单一县市的向下探索 然后点它 这就是全部高雄市 全部高雄市 可是也有人会这样做 也有人会这样做 我不要点这一个 我们来去看 我要 因为刚刚这边是不是全部都是三名区 可是我想纵观全部的 行政区一起来比 所以他会比这一个 这个是高雄市三名区第一 有听懂 可是他也想要看看说 那台南 台南跟他来比的关系 这样了解 所以在这边有看到 第一名是高雄市三名区 第二名是高雄市凤山区 高雄市行政区 第四名有看到吗 台南市北区 这样了解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现在都是用数量来去讨论 登革热这件事 这是不公正的比较 有听懂 很少人会去很在意这个数量 我们应该要用人口数来去 矫正 这样子的一个计算会比较好一点 可以吗 就是我们 我们有些人真的会去看那个数量 也有 但是也会再补 叫做比例的一个分析 可以吗 当你今天要做数量的分析 一定是用现在我这种方式来去呈现 因为刚刚那种直条图一点都不好看 这种图就好看多了 而且它可以单一县市来去看各行政区 它也可以纵观全部 我只是要刻意告诉你 文字类型的资料 阶层怎么建立 会建立了 文字类型的 就是居住县市居住乡镇 它是有阶层关系的 会建立 建立完毕你就可以向下探索 可是在这个地方 一般我们只会用单一向下探索 跟什么 连续向下探索 来去看资料 好现在就请你们动手来去做 这一个树状图 树状图